早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9月27号的百个城报 今天各家报纸头版亲一色都给了社会新闻 或者换更贴切的说法是两宗家庭人伦悲剧 新报和前锋报的大标题点出了这起家庭悲剧有杀人凶手 以及父亲杀害孩子 光明日报头版设计鲜明一目了然 这起家庭命案共有三个人死亡 包括父亲和儿女 中国报大标题清楚写到是 吸毒的34岁父亲杀死了自己的三岁大女儿和七个月大的儿子 之后服毒自杀身亡 新州头版就用妻子在丈夫自杀后才向警方报案 于是被扣查厘清案情 因为儿子至少死了三天 家庭悲剧发生在吉隆坡四岩墨盛兰园的公寓 行凶的男死者没有工作 靠着父亲接济 跟妻子已经分居 不过住在同一座公寓 索性另外两名儿子随着祖父出游在祖父的家住 才逃过这场死劫 每日新闻和新海峡时报 关注的是发生在官单小型赛车意外 冲撞观众酿成父女双亡的家庭惨案 新海峡时报另外在头版 刊登了女儿在妈妈怀里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她跟妈妈说她要去天国了 每日新闻追究酿成死亡惨案的责任 究竟谁应该负责 主办方大马工医大学认为已经获得大马赛车会的准证 不过汽车协会指出赛车会无权批准保证赛会的安全措施 另外也有来自赛车会的消息来源 指控工大企图推卸责任 另外关注来临的预算案 新周日报叹息 政府将建议工基金局允许首购族从第二户头 原本可以提领30%存款调高到70% 以便支付房子的头期 同时也会宣布豁免产业买卖合约和房贷合约的印花税 或给予更高的印花税折扣 来看其他新闻 巫统前党员阿妮娜日前就26亿政治现金课题起诉首相纳吉 以及巫统执行秘书阿都拉乌夫 不过阿妮娜如今已经撤回上诉 原因是她要通过土团党展开斗争 同时答应支付5000令吉的糖费 纳吉代表律师表示同意意味着这起诉讼案画下据点 同样涉及首相纳吉的还有另外一起案件 也就是首相纳吉起诉一党党报 哈拉卡新闻网站诽谤的案件 尽管纳吉要求案件达至和解 但却遭到哈拉卡的拒绝 让这起诽谤案进入审讯阶段 目前纳吉正向上诉庭上诉两件事 第一他要求改诉状 加入总检察长阿班迪宣告他在一马法兰公司 清白无罪的内容 第二他要申请检疫判决 也就是无需传照任何证人共证 不过两项申请都遭到吉隆坡高厅的驳回 来看下一则 务卿职委阿尔曼阿兹哈说 他被告知有两名企业家 试导首相纳吉运动的幕后金主 他将在今天踩上金马警区总部报案 阿尔曼阿兹哈向媒体表示 他掌握了一些文件 但暂时不愿意透露详情 一切交由警方彻查 不过他倒是点名了两位企业家 声称他们跟前首相马哈迪关系密切 其中一人是商业大亨的儿子 另一人则是某企业大亨的中介 两人都涉足国内众多的生意 从发展计划 商场到酒店都有 今天的传报到此 谢谢收看